这是一个声称代表北约成员团结和北约父权的伟大事件 这是宣言的主题 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说它代表了七国集团 欧洲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伙伴 退缩到一个排除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堡垒 换句话说 它是跨大西洋关系 大西洋共同体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立 因此这不是一种进步 而是在压力下的退缩 大家好 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很高兴再次欢迎美国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 来谈论外交 我再次邀请到了查斯弗里曼大使 弗里曼大使曾于1993年至1994年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 并于1989年至1992年担任美国驻萨特阿拉伯大使 处理海湾战争的后果 他在美国调节纳米比亚独立的历史性过程中担任非洲事务首席副主理国务卿 并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期间担任首席翻译 促成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 弗里曼大使最近写了一篇 简短但非常有用的关于外交专业精神的文章 我希望每个外交官 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都能被要求阅读并内化 因此 我认为没有人比弗里曼大使 更适合讨论匈牙利当前的外交行动和北约 作为外交行为者的角色 大使 欢迎回到节目 我们先谈谈匈牙利 上周星期天 我听说维克多欧尔班从基辅几乎直接去了莫斯科 他没有向任何人宣布此行 目的是进行一些真正的和平讨论 我感到非常兴奋 你的反应是什么 考虑到维克多欧尔班 还去了北京与习近平会谈 你的印象如何 你如何理解一些评论员所说的 这种所谓的穿梭外交 奥尔班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在苏联时代 他被广泛指责为反俄派 现在他被指责为亲俄派 我认为他是亲匈牙利和亲欧洲的 我注意到他首先去了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 然后去了莫斯科 再去了北京 最近他刚刚在华盛顿参加了北约峰会 他形容自己的任务是自我决定的 因为尽管他是欧盟的轮值主席 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乌克兰和平的授权 他形容自己自我设定的任务 是将交战的大国与乌克兰联系起来 并启动和平进程 他提到他在莫斯科与普京先生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的会谈 由于他精通俄语 我认为这次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 而不是通常通过翻译进行的一半时间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北约的建立是为了维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 这是一个纯粹的防御性联盟 他认为他应该再次成为这样 我同意他的看法 显然普京先生会更愿意接受这种情况 而不是北约的侵略性扩张和美国的军事设施 最新的进展是美国在芬兰同意的情况下 在芬兰建立了多个基地 很明显 如果北约将乌克兰纳入成员国 美国的军事存在将延伸到俄罗斯的边界 我认为在北京他受到了欢迎 因为他支持北京为乌克兰和欧洲和平提出的基本原则 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令人高兴的 我注意到中国尚未制定实施这些原则的计划 我相信采与他们Carp and Derts Debrotty 很明显在他担任欧盟六个月的轮值主席期间 他将继续充当和平谈判的中间人和促进者 这些谈判本应进行但尚未进行 我认为将这描述为穿梭外交是不准确的 我认为他不是调解人 也不代表欧盟其他成员的利益 事实上 他因为想要和平而不是战争的延续 而受到广泛谴责 但我认为他决心调解 调解不同于调停 调解是促进对话和解决各方利益的过程 在这方面他是一个促进者 而不是调解人 西方的反应非常直言不讳 比如说 这个人不代表我们 甚至在政治家杂志上也有讨论 有一篇文章提到一些欧盟内部的大使 在讨论修改规则 以提前罢免匈牙利总理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 反应如此极端 这也暴露了欧洲不与俄罗斯对话的态度 欧尔班先生所做的是揭示了 俄罗斯非常愿意对话 实际上 是欧洲人和西方不愿意对话 你认为为什么欧洲人如此无法 理解欧尔班刚刚为欧洲和平与安全所做的事情 很遗憾 我认为是美国的恶劣影响导致了这种不愿意对话的局面 如果不对话 除了通过战争之外 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 美国似乎致力于通过战争来实现一些内阁成员不明智地提出的目标 即孤立和削弱俄罗斯 这并没有成为结果 但无论如何 这是他们的目标 我认为英国在这件事中非常积极参与 这可以从鲍里斯约翰逊在2022年4月匆忙前往基辅的行程中看出 他去那里是为了阻止乌克兰代表和俄罗斯人初步签署的条约草案的批准 该条约本可以通过俄罗斯撤军结束战争 恢复顿巴斯州的自治 并可能导致乌克兰宣布中立 这将使乌克兰回到其在欧州安全中的原始位置 并可能促进一直缺失的欧州安全架构讨论 因此奥尔班先生受到谴责的原因 与约翰逊先生前往基辅并采取行动的原因相同 所以很明显除了许多乌克兰人 匈牙利人 斯洛伐克人和许多选民之外 欧洲的每个人都乐于看到乌克兰人在战场上牺牲 以削弱和孤立俄罗斯 乌克兰有一个问题 他已经没有乌克兰人可以在战场上牺牲了 我认为泽连斯基先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他多次改变立场 举行了所谓的和平会议 实际上是支持乌克兰战争的政治集会 俄罗斯人没有被邀请 他们被排除在外 现在他说我们必须让俄罗斯人参加 这是一个进步 因为他认识到 除了进一步的肢解 削减和可能的乌克兰灭亡之外 唯一的出路是与莫斯科达成协议 希望这是讨论更广泛的欧洲协议和防御政策 重组的初步步骤 我觉得匈牙利的立场很有趣 不仅因为他们担任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国 而且他们还是北约成员国 他们目前正在参加峰会 他们的外长也在瑞士参加和平论坛 他们似乎参与了每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北约 我有一个问题 昨天发布的峰会文件 明确谴责了俄罗斯 并且还指责中国是战争的幕后推手 这份文件 由包括匈牙利在内的32位国家元首 共同通过 这与欧尔班之前的做法不一致 你是否了解 这些峰会结果文件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为什么匈牙利会成为签署国之一 而没有表示意义 匈牙利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 匈牙利在20世纪30s.20年代 被瑞士变迫与纳粹德国结盟 在苏联统治东欧时期 他被迫与俄罗斯结成华沙条约组织的联盟 他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 对俄罗斯的统治感到担忧 他是北约成员国 他不是亲俄的 他是亲匈牙利的 鉴于其复杂的历史 他对欧洲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非常敏感 因为这样的战争在历史上 曾是匈牙利四分五裂 或被迫采取其不愿意采取的利 所以我认为欧尔班先生对此历史非常清楚 其他匈牙利人也是如此 匈牙利在欧洲是一个前哨 因为他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盆地 从历史上看 在我提到的事件之前 他当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在那里 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占主导地位 但匈牙利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有自己的文化 他绝对是西方的一部分 而不是东方 他不仅与俄罗斯有微妙的关系 还与德国和波兰有微妙的关系 顺便说一下 也包括乌克兰 有15万乌克兰人以匈牙利语 为母语 使用自己的质量和自制的权利 因此匈牙利实际上支持 类似于奥地利国家条约的东西 这将会在匈牙利和俄罗斯之间 创建一个中立的缓冲国 并保证乌克兰人和匈牙利人的语言 和其他权利 这并不难理解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中 正如你提到的中国 这不仅仅是 如果你不支持我们 你就是反对我们的简单情况 事情要复杂得多 匈牙利 Ferdin Perladexi 我们开始看到俄罗斯破坏弹药工厂 和其他设施的证据 例如美国生产标枪 反坦克导弹的工厂 神秘的爆炸了 没有人直接指责俄罗斯 但如果我是侦探 他们会是我的头号嫌疑人 我们还看到俄罗斯 现在以一种方式拥抱朝鲜 如果美国没有继续 邀请乌克兰进入其势力范围 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此外 塞瓦 斯托波尔海滩大屠杀 引发了反应 促使美国国防部长 劳埃德奥斯汀 Pori Sridisadilstein的俄罗斯通行 我认为 欧尔班先生是对的 他代表了欧洲务实外交的传统 而这在当前的美国事件中 却很缺乏 通过谈话 你永远不会失去什么 谈话是一种传达你立场的手段 无论它有多么强硬 同时也是探查对方立场的方式 比谈话更重要的是倾听 并试图理解 为什么会存在分歧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分歧 欧尔班先生现在是 Asthesic 唯一这个 Bewerger Fang 都进行了对话了 也此外应该是被清除 是相当荒谬 也许我们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朝鲜和中国 你长期深入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 当普京先生访问平壤和河内时 我觉得缺少了一场关于中国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橘色的讨论 我查看了朝鲜主页上发布的条约 其中有一个有趣的条款 如果两方中的一方与第三国有问题 他们将不支持第三国 这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中立条款 他们所指的唯一第三国就是中国 你认为中国对这一发展感到满意吗 还是这可能成为未来中俄之间分歧的种子 不 我确信中国对此并不十分高兴 另一方面 中国在朝鲜的主要利益 是将其作为对抗美国支持的韩国政府和驻韩美军的缓冲国 驻韩美军与朝鲜有过冲突的历史 当然朝鲜是冲突的发起者 但即便如此 中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争 它希望朝鲜保持独立 不被美军占领 因为如果韩国在首尔的主持下 实现统一 韩国的压倒性力量 很可能会在半岛上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中国也有兴趣阻止朝鲜的核计划 但在这方面 他们完全被美国不愿妥协的态度所挫败 我们专注于无核化 完全忽视和无视了朝鲜的安全关切 这个政权由于多种原因 在历史上一直非常不安 坦率地说 这是一个可怕的政权 我记得与各种对话者的讨论中 我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 当金正恩去波尔尼上学 并学习瑞士德语时 他非常喜欢瑞士 他父亲送他去那里的原因是 他在一个像朝鲜这样紧张 和被朝鲜劳动党派系分裂的国家里 无法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所以中国根本不超线人 他们的灭称 并将这一称号应用于朝鲜 他们一点也不喜欢 朝鲜人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 都知道他们在历史上被入侵了72次 几乎总是来自现在的中国 有时入侵者不是汉族人 而是来自满洲或中国北方其他地方的人 所以我认为他们一点也不高兴 但这说明了中俄关系不是联盟 这可能是没有限制的 但他并不意味着在每个问题上 都有无限的相互支持 如果你对此有疑问 考虑一下普京先生随后去了越南 而中国在1979年与越南打了一场战争 以消除苏联的主导地位 越南人非常高兴有一个替代的支持者 或平衡中国和美国影响力的力量 这给了越南以前没有的行动自由 这也是普京先生 为加强俄罗斯自身安全所做的努力 他显然从朝鲜获得了充足的弹药供应 显然还有一些部队来帮助乌克兰 我认为中国对此一点也不喜欢 但我认为他们理解这一点 他们玩的是长远的游戏 并不关心主导朝鲜 他们从来没有 朝鲜的创始人金日成 是苏联红军的一名上校 他入侵韩国时 动用了七个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部分的朝鲜师 他们是酒精沙场的老兵 他们像刀切黄油一样轻松击溃了毫无准备的韩国军队 他们与毫无准备的美军打成了僵局 因此朝鲜与中国有历史渊源 但与苏联的联系 与俄罗斯的联系更加紧密 鉴于朝鲜对独立与中国的关注 与俄罗斯的联系是极其可取的 金正恩和平壤反映了这一点 当然这也凸显了朝韩之间的僵局 以及平壤基本上放弃了对华盛顿的希望 平壤在今年一月也发生了政策转变 他们基本上说我们不再想要与南方统一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南部边界在哪里 我们会做自己的事情 韩国请不要打扰我们 这差不多是他字面上说的话 你认为这会改变东北亚的政治动态 还是在大局上无关紧要 嗯 这确实有很大的潜力做到这一点 朝鲜放弃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想法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并没有放弃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的想法 取决于谁领导日本 以及日本的思维方式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机会 因为日本与朝鲜和韩国都有问题 如果我坐在平壤玩这个游戏 如果我是金正恩 我会寻找一个与日本接触的机会 我现在正在与所有人玩一个ping forte 你知道最终他们会希望与美国建立关系 事实上当马德林奥尔布赖特在平壤会见官员时 朝鲜人告诉他 我们不喜欢中国 我们想换编 但他太迟钝了 被叙述困住了 无法理解他所听到的内容 所以这是一个决心保持独立的独立国家 他希望与韩国统一 因为所有朝鲜人都希望以某种形式实现统一 但他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 即在不久的将来 这不会发生 他们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 那就是绑架问题 朝鲜人在1970年代绑架了几名日本公民 其中一些人显然还活在朝鲜 日本人希望他们能被送回 如果他们这样做 情况将立即发生改变 是的 我的意思是 他们有牌可打 我不会惊讶看到他们打出这些牌 我认为想象他们是不理性的 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是一个错误 当你宣称别人是不理性的 这只是表明你不打算去弄清楚是什么激励了他们 这是对你自己顽固态度的评论 而不是对他们的 有一个技术性问题 但我仍然很好奇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们有几个例子 世界领导人前往各个首都进行我们所说的外交活动 例如 维克多欧尔班和弗拉基米尔普京 你会将这归类为外交还是政治 通常说外交是由外交官进行的 而这些人不是外交官 他们是政治家 你会如何区分这个 还是不会去 分 好吧 奥尔班先生要么是个恶棍 要么是个政治家 这取决于你的观点 政治家通常都参与外交 外交是治国之术的一种工具 国家政府首脑进行外交并没有什么错 峰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准备不足 或者参与者准备不足 正如迪安·艾奇逊所说 借用美式橄榄球的比喻 当你失误时 身后的球门线是敞开的 将外交事务委托给下属 并保留自己批准他们所做事情的能力 是有原因的 但我认为我们在近代历史上看到了一些例子 例如安瓦尔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和尼克松访问中国 国家或政府首脑 在为进一步讨论铺平道路方面 发挥了无价的作用 这正是欧尔班先生试图做的事情 他并不幻想匈牙利有能力在乌 克兰 俄罗斯或北维莱维承扎 但他希望能启动对方 如果他发生令 我认为这非常受欢迎 这就是外交的高超艺术 最后一个话题 北约峰会的结果文件明确指出 中国是乌克兰战争的推动者 他指责中国 称虽然中国没有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他正在出口两用商品 这非常令人担忧 这让人想起几个世纪以来 关于战争禁运品的讨论 其中禁运品的定义被扩大 北约目前表示 任何可以用于微波 录的微信片 而请看特别的报告 努力微信 被视为战争禁运母子 而这种被归咎于中国 你应对这一点 显然 这是美国试图将北约的职能 扩展到条约所规定的范围之外 即对成员国遭受攻击的回应 他们的目的是将北约 变成一个进攻性联盟 和美国全球霸权的辅助工具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在太平洋亚洲地区 对抗中国的问题上 做出了重大努力 以让北约参与其中 但收效甚微 从象征意义上讲 一些欧洲国家 对Newerbelle's支持 增密StateA国的维护 起伙伴Pose I just tried before Ferginia Flight 这就是战略背景 努力将北约扩展为全球霸权的工具 而不是防御其成员 免受各种威胁的机制 欧洲对这些威胁的看法各不相同 如果你在南欧 你会担心跨越地中海的移民 和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分子 像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地方的许多右翼政治 都受到这一点的影响 如果你在东欧 你会担心俄罗斯人 如果你是法国人 你会担心美国的主导地位 存在一种欧洲人为欧洲的 戴高乐主义愿景 刚刚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声明中 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是他们谈到了发展军事工业能力 但是没有提到欧洲内部军事工业能力的整合 在我看来 这似乎是美国军火制造商 继续主导欧洲防务部门的一个配方 与其将瑞典公司格里棚等公司 引入与欧洲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种做法削弱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权 我认为欧洲的战略自主权 在美国的支持和合作下 对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将非常有利 所以我接触说 我认识这个信息战胎的设计 在加撒种族灭绝问题上 情况更加激烈 我刚读了一篇关于一位年轻的犹太裔 压制意见和压制事实 审查制度 这就是寡头垄断的企业媒体正在做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 是必须在像你这样的替代媒体上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 我记得大约两年前 我第一次和你谈话时 你是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 你说这比当时的麦卡锡主义还要糟糕 而且情况并没有好转 但我相信 这变得更加明显了 越来越清楚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北约峰会 一方面看起来像是展示力量 但对我和其他评论员来说 它实际上显示了裂痕和细 同的脆弱性 随着信息战的进行 它似乎正在失去对民众的控制 如果你看看欧盟选举中发生的事情 以及美国对即将到来的11月选举的情绪 似乎这种虚实正在失去力量 我有两个观察 一个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声称代表了北约成员的团结和父权 这是宣言的主题 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说这代表了七国集团 欧洲人和北大西洋条约伙伴 退缩到一个排除世界大多数的堡垒 换句话说 这使得跨大西洋关系 大西洋共同体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立 因此这不是一种进步 而是在压力下的退缩 这是一个观察 另一个是这次峰会发生在美国的宣政危机期间 我们的选举中有很少人热情的候选人 那些热情的人站在一种我们以前 没有经历过的威权主义一边 拜登先生希望通过这次峰会修复他严重受损的形象 我和拜登先生同龄 我认为我不应该负责任何事情 我的妻子也同意我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这次峰会并没有成功改善他的形象 我想指出 大约十天后 内塔尼亚胡先生将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露面 这最初是由共和党人策划的 目的是贬低和羞辱拜登先 生后来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压力下强加给民主党 内塔尼亚胡先生将前往白宫 拜登先生将在那里象征性地向他磕头 这不是一个能增加美国威望和影响力的场景 作为一个美国人 我坦率地说 我觉得这很屈辱 剧烈的变化正在发生 剧烈的变化 我确实希望我们能摆脱困境 但弗里曼大使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时间 我们将继续传播您的文章 并保持联系 非常感谢 我们将继续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